那在讲指数的概念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函数的概念 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函数这样的一个东西 看成是一台机器 每一个字变量 我们把它丢进去 它恰有一个成品 就是应变量会跑出来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把装原料的地方 这个仓库其实就是函数的定义域的概念 而我做出来的成品 它所存放的仓库就会是对应域 当然在仓库里面堆放成品的地方 就会是属于值域的部分 高一我们学到多项是一次函数的时候呢 定义域呢 其实就是R整个时数 当然对应域也会是R 整个时数 然后呢 我们把字变量跟应变量写成数对 对应到座标平面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X等于2 那出来就是Y等于2 所以呢 就会对应到点22 再来如果把4丢进去出来也会是4 而我们这个时候对应到点就是44 接下来如果一样把6丢进去出来也会是6 得到点66 按照这样的概念我们以此类推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直线 而这个直线我们就称为函数图形 也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时候的值域其实就会是所有的时数哦 当初呢我们也有学到多项是二次函数 它的定义域呢是R整个时数 而它对应域呢也是R整个时数 当然我们仿照刚刚的做法 按照那个一次函数的概念 我们来画出这样的函数图形 我们首先呢也是把X等于1给代入 那这个部分出来也会是1 所以它对应到点11 如果我接下来把负1这个点给代入 我会得到 其实因为平方的关系会得到1 所以对应到点就是负1 接着带2进去 其实出来会是4 对应到点就是24 那按照这样的做法 我们以此类推 我们把所有的点连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抛物线的图形 当然这就是二次函数的图形 而这个值域呢就是大于等于0的时数哦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个比较恐怖的情境 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位原始僵尸病毒的感染者 假设发现日为X等于0 而这个时候有一位感染者Y等于1 那么在一天之后 因为这只僵尸 这个感染者会咬一个正常人 使他也会变成僵尸 所以一天后呢 X等于1的僵尸数就会变Y等于2 两天后 僵尸就会变成是X等于2 Y等于4的状况 三天后 X等于3 Y就等于8 四天之后 这个X等于4 僵尸数就来到了16只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模拟出函数 它是2的X次方 那么我们也把它的函数图形给画出来 它的值域为大于等于0的实数 这种底数为常数 而字变量在指数部分的函数 我们就将它称为指数函数哦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单元的主题 第一个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指数函数的定义 第二个呢 就是要讲指数函数图形的绘制了 那我们就正式来看一下指数函数 要怎么来去做定义呢 假设A大于0 而且A不等于1 那么Fx如果等于A的X次方的时候 我们就称这个函数为 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其中呢 这个X呢 我们就称之为指数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将指数函数的定义率 以及对应域呢 都设为实数R 那这个就要跟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在定义指数的时候 来去做呼应哦 当我的指数X为实数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在底数的时候 必须要有所限制 必须要是X大于0的 并且如果假设我的底数A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函数 就会变成了常数函数 因为1的任何次方 它都会等于1 那这时候的图形呢 就会是一条水平线 这时候的Fx等于1 我们就不称它为一个指数函数哦 所以在这里同学要特别注意 我们在定义指数函数的时候 会有个要求 底数的部分必须要大于0 而且是不等于1的 我们照指数呢 有几个基本运算哦 假设我们让Fx等于2的S次方 好那2的3加4次方 就可以变成2的3次方 再乘上2的4次方 转换成函数的写法 左边这个地方 就可以写成F3加4 那右边呢 2的3次方就是F3 那2的4次方呢 就是F4 所以我们会发现它会有F3加4 等于F3再乘上F4的一个转换哦 那如果是2的3减4次方呢 就可以变成2的3次方 除以2的4次方 好转换成函数的写法 就是F3减4 可以等于F3去除以F4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指数函数上面的运算的写法 它就会有F4里面是两个数相加 就会等于两个函数相乘哦 那如果是F4里面两个变数相减呢 它就会有两个这个函数相除哦 所以在这里是在指数函数里面 很特别的一个运算写法 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来针对指数函数 先来看几个例题哦 好例题1呢 假设A大于0 A不等于1 好这边是一个指数函数哦 如果已知对于所有的指数X 它说F2A4加2要等于16倍的 F2A4它永远都是成立的 要我求指数的A值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等号的左边呢 我们知道A4A4加2就代表把这个指数的部分 换成了S加2 那就是A的S加2次方 按照指数的运算呢 这个式子呢就可以换成A的S次方 再乘上A的平方 那题目说这个式子要等于16倍的A4S 那A4S就是A的S次方 好这两个式子要相等 因为这边的A的S次方等于A的S次方 所以A平方当然就会等于我们的16 又因为A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A就会等于4 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去回答了题目 要我们求的A值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指数函数的图形 要怎么样来去做绘制呢 好我们先画的是 F2A是等于2的S次方 好我们把它画在坐标平面上面 当我的X等于0的时候 我知道出来是2的0次方 那就是1 所以会在01这个点上面把它标志出来 那在这里呢 我们用电脑来去模拟它的画图 好我这边做一个素质滑感 当我的S去做移动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红色的这个点 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好我们来移动我们的滑感 我们会发现X越来越大的时候 红色点点就会越来越高 那当我的X越来越小的时候 红色点点就会越来越小 好像有越来越靠近X轴的趋势 那到底会不会穿过X轴呢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指数的部分 因为我现在底数是一个固定的常数2 那我知道2不管怎么乘 不管是几次方 它出来一定会是一个大于0的数 那就代表这个函数值会永远大于0 代表它根本不会穿过X轴 甚至连碰都不会去碰到我的X轴 那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来去用秒点 来去看一下它这个函数的其他图形 要怎么样来去做绘制咯 好首先呢 我们将X呢 带了-2 -1 -0 -1 -2 这五个点 那我们可以将它画在这个格子的图形上面呢 好我们将它X值一一的带进来 所以2的负而次方出来是四分之一 依此类推可以得到二分之一 一二以及四 那我们将X跟相对的Y值 画在我们的坐标平面上面 那就可以得到这五个点哦 那按照刚刚我们用电脑模拟的概念呢 就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函数图形 那它呢 就是我们Fs等于2的S次方的函数图形了 那接下来我们用一样的X呢 带到我的3的S次方 好出来就是九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一 三 九 这五个Y坐标 一样的将我的X以及对应的Y坐标 画在坐标平面上面 那就可以得到这绿色的五个点 一样我们利用刚刚电脑模拟的概念 哎记得不要超过X走哦 所以可以大概平滑曲线描出来是蓝色的这个图形啊 而蓝色的这个就是我们Fs等于3的S次方的这个函数图形了 那接下来我们试着画其他的指数图形看看哦 我们用一样的X但是带到不同的指数函数上面去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带到二分之一的S次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哎这边稍微复习一下哦 我们让-2带进来得到了二分之一的负二次方 好这个-2呢就代表导数的意思 所以出来是2的平方 那就是4 所以二分之一的负二次方就是4 那依此类推可以得到二一 二分之一以及四分之一 那一样的将S跟相对应的Y值画在座标平面上面 可以得到右边这五个点 一样用平滑曲线画下来 那红色图形呢就是Fs等于二分之一S次方的图形了 一样的将这五个S值带到三分之一的S次方 好带出来会得到这五个数字 一样的我们把它画下来 并且用平滑曲线连起来可以得到我们的三分之一的S次方的函数图形哦 那这里同学其实可以试着秒点看看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秒的漂亮 有的时候不漂亮 那我们再一次的用我们的电脑来去模拟一下 把刚刚画出来的这四个图形 我们来去做一个比较哦 好我们现在用电脑来去模拟底数做变化的时候 函数图形会长什么样子哦 我们现在呢让底数等于1的时候 很明显它是一条水平线 是一个长数函数 并不是我们的指数函数 那我们现在试的呢 让我们的底数呢 A先往右边移好了 那等于说它底数是比1大咯 我们来看一下它函数图形的变化哦 你会发现当我比1大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图形似乎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的Y轴哦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拉回到底数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往左边往0去做移动呢 你会发现 似乎跟刚刚有一点点反过来的感觉 那同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图形来去玩玩看 我这边呢给同学一个QR Code 那同学可以试着用另外一个载具把它扫描看看 可以在你的载具上面一样的去移动这样的一个数值滑感 来去观察当我底数去做变化的时候 函数图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